全体停休下班 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查验港提早上班 窗口延时下班 今天这段车管分锁是提前了 上班时间从早上8点半开始 就对车辆进行查验工作 可以看到在车管所外面 等候办理车辆业务的这个车辆 还是相较于之前是少了很多 那么在外围的这条博展路上 大概排队是不到50米的距离 但是两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等候 排队办理车管业务的车辆 是直接排到了博展路的时钟路口 有将近一两百米的距离 我们会根据那个业务办理情况 适当的有延时 在那个周六的话 也会实行加班服务 然后到时候再针对这个具体的业务情况 我们再恢复到正常的工作时间 为了方便群众办理业务 长查交警在原有四家二手车交易服务站基础上 新增中南二手车服务站 就近解决中南汽车市场的 二手车交易转移登机业务 为分锁业务分流 同时增加导办服务人员 指导群众快速办理业务 以后在豪权成熟的地方 比如说医院 银行 还有商场里面 我们会交警中队 会增加那些便民服务点 可能会逐步的开通便民的办理车馆的业务 方便各位车主群众 究竟办理也起到对我们的业务的风流 据统计2017年长沙机动车新增31万辆 机动车总量达233.2万辆 保有量达281.6万辆 全市车管部门共完成各类车价管业务282.5万笔 1月中旬是各类业务办理高峰期 只如可错峰至1月下旬或者2月上旬 前往车馆所办理 车主在办理完成之后 因为制作号牌需要一段的时间 一定的时间 车主如果不愿意再次前往车馆